师傅 我们好歹师徒一场 我现在有个很要紧的事 你能不能帮帮我 是这样的 我想给我的救命高人呢 挑个礼物 一时间却也不知道 挑什么才好 但是我想 师傅你选的 他肯定喜欢 莫不是 这齐家大小姐 是都知道了 去吧去吧 你就答应了吧 殿下 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就是拿回新魂 您去了才有机会啊 何况这齐家大小姐 是给您挑礼物 您去也是应当的 你不是要给你的恩人 挑礼物吗 那个不重要 我是说 这些街边的小玩意儿 配不上我的救命恩人 我得好好挑 仔细挑 什么味道 你是不是放屁了 你 我最讨厌有人拿手指别人啊 你是人吗 我不知道啊 你说什么 你说 你你 把手放开 你放手 手放快把手放开 你先放 我数三二一 一起放 三二一 你再弄我试试 师父 快 进去看看 表妹 人家买东西你添什么乱 走 师父 快看看 有没有喜欢的 我都可以 没有都可以 给你挑一个吗 齐大小姐来了 这是给心上人挑礼物吧 行了 行了 老板 你别啰嗦了 你快把你们店最好的东西拿上来 好嘞 二位看看 这个如何 这上面镶嵌的这颗宝石 可是工匠们整整打磨了三载 还有这个花纹 可是 可以了 可以了 师父 你觉得如何 很不错 就他吧 公子真是好眼光 我这就包起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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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晗玉 宋晗玉 这个怎么样 你们女孩子都喜欢这样子的 对啊 行 老板 我要了 哎 谢谢公子 这么客气 还让你结账 多不好意思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我表妹她肯定会喜欢你 你发什么呆啊 你不是也要买吗 结账啊 怎么又生气了 不好意思啊 我朋友金心有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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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小姐 真是好久不见啊 这位公子长得可真俊啊 你看着眉眼 无论如何 都是我先亲不欲他 不如买个礼物 给他当个补偿 你叫什么名字 你家住在哪里啊 公子桂庚 老板娘 你干吗 我们是来买衣裳呢 不是让你问圣神八字的 是是是 那你们来的可真是刚刚好 您看 我们店里啊 进了好多的新款 其他小姐 你是给你的这位朋友买的吧 来来来 其他小姐里边请 我到你里边看看啊 公子公子 老板娘 别动手动脚的 我自己来这儿 来来来来 你们看啊 你们看这款式 不用了 老板娘 我们自己挑就行 您去忙吧 好 别看了 找个别的客人去啊 你们慢慢挑啊 怎么样 师傅 挑我喜欢的 我的衣裳已经够了 不够 衣裳怎么会嫌多呢 你不挑是吧 我帮你挑 你平常大多数衣裳 都是白色的 也该换换别的颜色 来 师傅 这件怎么样 我从未穿过蓝色 那要怎么样 师傅你天生丽质 蓝色更陪你弃着 我看 就这件了 其他小姐 你可真有眼光 长这么好的一个男人 低调低调 八色还没撇呢 不过这么久了 怎么还不出来 小桃啊 你过去看看 公子是不是 遇到什么麻烦了 好嘞 公子 要不我来帮你吧 等等 我来我来 我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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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不用 我自己来就好 你出去 我来我来我来 我来接 我好 tit了 好 好 我来接 我来接 是 我来接 我来接 这次 你跟老师 一言 我去接 你来接 来接 我去接 你接 一言 你接 要接 你接 又开始不着边际了 那我帮你记吧 手抬起来一下 当红线被命运牵引成了荫光 我松开你的手眼泪黄昏滑落 动摇的那一刻已忘了爱很久隔 宿命中你与我该怎么 走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轻薄你的 我并未有责怪你的意思 这里光鲜不好 我们出去再看吧 这件衣服简直就是为公子量身定做的呀 修剪得宜 趁头的公子英俊潇洒 仙气飘飘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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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啰嗦了 就这件吧 我要了 好嘞 这件衣服的衣服 对了 对了 今天晚上我爹会在骑山门设宴 要郑重感谢我的救命恩人 你要不要来 不行 对了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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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 chili 好嘞 稻 好嘞 好嘞